其實自行車產業大家喊就是夕陽產業喊的可能幾十年了 結果這個夕陽怎麼還沒露下來 全球化的有這些疫情跟漢化的影響 所以他們加大自行車的需求 目前看起來是滿載到2024 基本上所有腳踏車相關的工廠 他們的營收跟訂單應該都是翻倍的 續動機械基本上在我小時候認知到現在 基本上就是跟著自行車產業發展起來的一些設備廠 那我們供應這些自行車產業所有的廠商 所相對需要的工作母機 在十年前有發展出另外一個事業體是 電子面板半導體相關的廠業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後科的廠 相對於我們也熟悉傳產 我們也熟悉電子行業 所以我們目前也把一些新的技術 從電子那邊移轉過來到傳統這邊 就相對於我們腳踏車以前的這些周邊的設備廠 就有一些層次上的一些落差 運用的技術層面會更廣 其實我們都是客製的產品 所以我們非常多的少量多樣的訂單 那這樣會造成說我們排產更需要現場的透明度 其實我們爆工的整個進度是落後八天的 那這個八天內我們可能30張訂單都在現場跑 那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 沒有人可以去推算出來 對 這就是我們最想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客製化代表你所需要的開發時間 所以你需要管理的成本越來越高 那所以我們也才會想說 用一些工具來協助我們去管理 旭東塔專案在燃圖實施上面 其實它是透過所謂的現場的透明化 然後再來就是排成的自動化到所謂的管理的智能化的部分 都其實有幫我們協助畫出流程圖 每一個職責的標準的SOP 所以就會讓整個系統的操作 以及說上下有的關係是更簡單 然後更透明 那其實旭東本身還有就是很強大的機聯網的能力 那它的機聯網搭配上我們的MAS還有設備云 然後它可以收集的更加便利 然後這些資訊也可以獲得有效的利用 那當然等我們導入之後 我的訂單量跟疫情爆發前 基本上是差距可能1.5倍到2倍 但是我的交期卻沒有延長 其實在還沒導入之前啊 用人力的方式去記錄說 欸這個管件的數量或是它品質 我們怎麼去維護 但是有這套系統之後啊才發現說 欸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系統才知道說 欸這個東西的品質可不可以 或者是說人員怎麼去 可以安排到這個工作站去等等之類的 以前是交期的達標率比較低 那生產的日報和工時製程都比較不準確不透明這樣子 目前因為每個產品上面都有掛流程卡 算比較透明化 那在人員上面它在做上下工 也比較能夠知道說我這支產品已經做到哪個製程 哪個關卡 那在這部分的話比較透明 系統導入之後我覺得說可以從系統上看到一些派工 還有管件它的進度 就是比以往可以更快速的去查詢說 它這張訂單的一個時間點 欸我就不會說忙忙的都不知道 欸我該怎麼去回客人 第一個我們透過激電網設備水晶球的一個導入 它可以很簡單的拿起它的手機APP 就可以及時的了解到說現場的一個作業情況 以前的話是以人工抄寫的方式做進行 至少都要半天以上 就是人員欸我上工要做這支 這支管件的話就是馬上就是可以刷卡進站 下一個任務 工單要開始多久之前 就要開始提醒我們被料被磨的人員 應該要去準備什麼哪一張工單 哪一個物料哪一個模具 這是我們今年預計要開始執行的部分 我們第一步就是讓旭東使用我們的MAS 搭配即時報工的機制 把人力從這個沒有效率的工作中把它釋放出來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會卡在說你到下一關 會不知道說到底這一批的數量它比來幾了沒有 會有那個疑問在 現在有流程卡就是它上面都有數量都標示很清楚 在旭東上面啟用了金時的小批量移轉的機制 那在流動的順暢度上面 其實我們透過了水蜘蛛的機制去做一個輔助 讓整個產線上面的停等不會再發生 第一個資料透明化 第二流程的順暢度 還有一些人員工作安排的更明確 對啦 我們搭配即時之後產能提升了將近33% 直接就把以前的30天的生產周期 直接降到所謂的15天 我們在導入中的其中一個價值 所以領先的顧問在這一個導入期間協助我們 離了很多很順的這些流程 點心在IT的方面很強 我們續動在OT方面很強 所以我們可以剛好很有默契的快速的把這種IoT架構起來 目前我們近期也上線了APS自動排程的部分 然後後續接著Mesh跟設備員的上線 那後續的部分其實我們在精進於現場的管理 包含說出廠一直提到的物流 我們要再怎麼做精簡 因為我覺得未來的部分是全球化的競爭 重點就是我也想要把這個資訊系統 運用到這個業界最強大 我要用資訊化的力量來協助我管理 然後讓我在未來有更大更高的機率存活下來 數位化的浪潮 你準備好了嗎 感謝大家 做一個人的消費 您可以兩會兒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留意好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我們